《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3年的1月26号 今年的贺岁片《流浪地球2》火了 新浪网评论说 这部片子扬名海外 硬科幻赢了 这种又需要外国人认可 要斗争去战胜外国人的做派而悦然至上 本来是一部贺岁片 过春节时候应个景 家里老少聚集电影院乐呵乐呵 本来是无可厚非 但是直到央视网新华社用大篇幅来赞美这部片子的时候 我就一机灵 这里面一定要文章 是吧 绝不仅限于一部很火了的电影那么简单了 于是已经是多年不看电影的我呢 跑去翻看了一遍 要说场效 反正是真的 我那个大号的爆米花杯子直颤友 但是说到电影细节 演员的演技 这实在是不敢恭维 碎片式的电影描述 一看就不爽 那个线索不明确 演员演戏都跟吃快餐一样 有那么几名香港演员的演技 比起他们十几年前的港产片的风格 实在是粗糙很多 很难恭维 那个达书少了他的匪气之外的那种特殊的阵诚 华仔 距离他的那个狭义英豪更加遥远 一边似乎要表现出亲情难舍 一边是什么 又要符合主旋律的需要 表现出那种牺牲精神来 很做作 尤其是吴京的出现 一下子让我想起他关于中国护照多好用多好用的台词了 是吧 这四年前吹牛 今天是吹爆了 是吧 就算吴京能把拿中国护照的都救回来 中国海关也不让你进 特别是李雪剑的出场 让我吓得想起了焦育录 你想 焦育录 是吧 一个河南南考的县委书记在那里亲自指挥地球的命运 这特别违和 很搞 实在是太科幻了 你看这个李雪剑那么优秀的一个演员 或者说曾经那么优秀的演员 渴望大灾门 很喜欢看 他演一个人总演的那么好 这演一个官 还不断的演党官 从此就不再有那份人味了 电影细节和演员的演技 是跟这些年来国内的躁动的社会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说这棒子还不能都打在演员身上 搞好关系吧 迟早可能在海外他们润出来 还要相见呢 所以这也不是我真的关注的问题 我都说了嘛 因为新华社都要站出来捧臭脚 我就要看看这部电影究竟散发了什么味道 说到贺岁片 这个跟华人过年喜庆和家团圆的热闹气氛有关系的 有着浓厚的文化元素 中国最早的贺岁片实际上是老舍的我这一辈子 啥时候拍的呢 1949年中共进城 1950年春节就上演了 原来电影嘛 就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叫中共见证之前的电影就是什么 好不好看 赚不赚钱就是两项判断标准 到全世界都一样 是吧 但是1950年开始 占领文艺革命阵地 为无产阶级服务就成了一直到今天都不变的最高原则 什么好看不好看 是吧 资产阶级喜欢的我们就要反对 什么赚不赚钱呢 只要能占领文化阵地 贴钱也要去 朝鲜战争一打完 赫岁片这个概念就消失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过年它又跟封建落后思想有关了 不搞了 赫岁片这个概念呢 也就后来是在香港保留了下来 也成了电影公司赚钱的机会 做一个爱趴当 最佳趴当 富贵逼人 都很叫做 后来大陆不是改革开放了嘛 要学香港人赚钱 不仅学会了香港的房地产 学人家炒股票 贺岁片也得学 1995年香港电影《红帆区》成为了开放后的第一部贺岁片 成龙用这部片子也打入了北美市场 同时也提醒了中共宣传部门 电影是个什么 是个讲好中国故事的好机会 但那个时期呢 寻求文化认可是很重要的任务 让外国人认可我们 而不是现在说的什么 战狼文化争霸 要把别人干掉 1997年开始 冯小刚的《甲方乙方》成了大陆自己的第一部贺岁片 之后一直延续着这个传统喜剧为主的贺岁片 成了很赚钱的生意 2000年以前嘛 中国电影虽然在拍摄技巧等方面略显着朵 但是电影人是很认真的 演员也是很真诚的 到了2000年之后啊 就是主要是中国加入了世贸与国际同台了 演艺界开始什么 迎来了财富井喷 这一直到了2021年 习近平强力出手整肃演艺圈 打齐饭圈文化 让这些与中共抢夺影响力与领袖抢夺话语权 抢夺刷脸权的这个明星们惊若寒蝉 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中国电影的歌颂色彩 再次回到了中共建政早期的 所谓叫占领文艺革命阵地位 无产阶级服务的那种鲜红色当中了 好 回到说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只不过就学习了好莱坞的炫技 但是我们所了解的所有成功电影必然具备的什么因素 一定是关于人的 是关于人性的 这一点这部电影你不但找不到 甚至有着关于人性的反面和扭曲的叙述 那个科学家 是吧 刘德华演的吧 这刘德华演科学家实在是演不出味道来 这有点像无见到的科学家 总觉得这个科学家最后会掏出一把枪来 那么这个科学家 你说他思念意外 这个死去的女儿就把女儿的意识弄到人工智能里 结果女儿的意识觉得保护人类最好的方式是把人都弄死 所以导致月亮撞地球的人类大灾难 所以你看到这里会觉得特别的矛盾扭曲 你说骨肉之情 妇女之爱变得如此具有毁灭性 那么观众是接受还是厌恶拒绝这种爱和人性的存在呢 这其实是什么呢 朋友 这就是中共一贯灌输的资产阶级的温情是有害的 共产党人的消灭小我实现世界大同的精神才是最高的 在这就体现了 怎么样 就不知不觉你就入了套了 你看电影 看他精彩痛快被他洗脑了 我们从这点人性的扭曲描述说起 这部电影它存在巨大的价值观问题 新华社报道当中 专门采访了《流浪地球2》的出品方 中国电影集团党委书记傅若清 这副书记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中国的科学家最后展现出来 我们有这种能力和可能带着地球去流浪 那么 使地球完成了这样一个流浪的决策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出于对于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思考 这一下子听出来了 是吧 原来《流浪地球》后面的大导演是谁呀 习近平 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是吧 从科技水平上来说 中国科学家能带着地球去流浪 也就是说呢 无数驱动地球脱离太阳系的火箭推动器 到底这个能源能持续多久 火箭烧多久 地球到底飞到哪里去 根本心里没数 所以才要地球流浪嘛 到宇宙去流浪去 其实呢 现实当中科学家们就早有论断 地球是幸好在太阳系安家呀 那巨大的木星如同宇宙吸尘器一样吸走了绝大多数的 那些会对地球造成灭顶之灾的陨石和其他飞行物 太阳和地球也保持着一个巧妙的距离 人家说这是上帝之手安排的距离 保证了合适的温度 保证了水的存在 换句话说 电影中的中国科学家那么费劲把地球推出太阳系 别说能否成功流浪了 你不被外带跟数不清的雨时砸头上了 就算你离开现在的位置 改变于太阳的位置这个距离 那人往上进来全部烧死了 远去了冻死了 没有水 万物无存 电影中光说来个地下城就行了 地下城制冷的能源哪里来的呢 是不是 都在太阳那吗 再说了 去哪都不知道 这跟李雪剑扮演的那个共产党官员 还真的这个焦裕录差不多 是吧 初中没毕业 就来指挥地球搬家的事 那你是搬去雄安宇宙新区吗 跟着共产党走 连地球都得流浪的命 我刚才说了 这个电影没有细节 但是有一点大家可以看 是导演或者说制片人吧 用尽全力维护的一个元素 是什么呢 李雪剑扮演的中国政府领导人 在最高指挥现场 穿着中山装 胸前别着五星旗 这里是什么意思 强烈的暗示 即便到了世界末日 中国共产党还存活着 中国共产党依然在领导着国家 而且按照剧情已经开始领导世界了 是联合政府了嘛 更可怕的是 他们依然穿着代表着极左思想极左路线的服装 在用今天毁灭人民家园 杀害国民 用暴力和谎言治国的基因传承到未来 还永远永远呢 它是这个意思 那么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 在电影中的那个社会里面 没有现代文明意义中的人 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没有自我思想 没有人生目标 就如同地球都要流浪 没有目标一样 也没有私有财产 一句话 走进地下城建设新家园 就全给扔到地底下去了 他们是为了大局随时可以牺牲的某个部件 在编剧刘慈欣的援助当中 为了控制人口数量 新人结婚 抽签结婚 只有三分之一的结婚的人 才能因为血统很优秀 身体好等等等等因素 才拥有生育权 联合政府统治地球 不言而喻 这联合政府统治的地球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已经被淘汰了最原始最暴力的 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了 是这么一个描述 当然这个刘慈欣如果就这么描述一个 科幻世界中的共产主义极权社会存在 你别说到西方叫做不可能的 在中国大陆也会让人反感 但是小说就设计了这样一个世界末日的场景 人们都知道 假设谁要成功的话 能把地球推走这么一个大工程 任何人 任何私营机构都无法完成的 于是只能依赖极权统治 用举国之力 不对 用举球之力才能完成 于是极度的威权 对全人类人口和资源的控制 就成了被依赖被称颂的对象 只有末日 人们才会这般无奈的最大限度的出让 所有属于人的权利、自由、个人财产、甚至健康和生命 这就是电影让人类抽签成为即将死去的35亿人中的一部分 找到的一个合理依据 叫做什么 叫做合理杀人 不少朋友并不知道的一点 就是刘自欣的这部作品入选了这个世界的一些大奖 余果奖 脸书的扎克伯格曾经说 刘自欣的另外一部小说三体是他的年度必读书籍 是他经济学、社会学研究当中很好的轻松的一部分 前总统奥巴马也对刘自欣是大大赞誉 甚至在看完他的那部作品三体之后 还由白宫发去邮件讨要刘自欣的新作 当时刘自欣还以为是垃圾邮件还给删了 结果美国驻北京这个大使馆派人见面去讨要 如果我们把这些西方领袖和他们中意的 他们所主张的全球重置大重置主义 大举消灭人口的理论结合起来 会不会有新的启示呢 流浪地球不但讨中共极权统治思维的好 也讨西方全球主义大重置主义者的好 还真是一个什么两头讨好的人物 但是这样的价值观究竟它的问题在哪呢 其实电影《流浪地球》中已经说明的很清楚了 他说拯救地球三种计划 一个是印度的数字生命计划 一个是西方的方舟计划 是让少部分精英逃离地球的计划 另一个是中国的宜山计划 看起来很难 是最难的计划 但是可以让全人类得拯救 印度的数字计划意味着什么 它很大程度上暗指着某种外星科技文明 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里 它成了非法的被彻底否决的方案 科幻否决科技文明 还有意思吧 那么我们来看西方的这个方舟和中国的宜山 其实说到这里的 就要说到这部电影当下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了 刚才不是说了吗 中国的科学家有能力让地球出去流浪 他们也实现了这种可能性吗 就说中国政府也是依靠着这些 所谓中国的一些医学科学家、防疫科学家 也完成了三年全面清零政策 这是为习近平三年全面清零政策的失败洗地 这是它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这不在中国经历了三年沉重的 全面清零的重大浪费和人祸之后推出的电影 是吧 它把什么呢 就是不得不接受 中共现在的情况是不得不接受西方的全体免疫做法 又经历了这种现实 因此全国从上到下怨声载道 这是我推出的《流浪地球》这个电影 它首先要完成的政治任务 就是要人们接受两个思想 第一 就是中西方文化不同 所以拯救末日的办法也不同 美国能拯救地球 今天的中国也能拯救地球 不是谁的办法好或者不好 而是中国本来就是这个特色 所以呢 你们也别怪政府了 第二 不论多大的牺牲 为了大格局都是值当的 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嘛 所以你们现在也别纠结于到底疫情死了多少人了 读懂这个意思了吧 电影把西方的方舟计划描述成为一个拯救部分精英的计划 似乎想告诉人们 那是多么自私的一个计划呀 而且上传的一定不是你 那是地球精英嘛 而且活下来的也一定是要被谴责的 那么中国的移山计划呢 似乎想告诉人们 中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健康 为了所有人的生命 所以就算死去更多人 中共的本心也是好的 而且你就算死了也是值得的 牺牲小我为大我嘛 其实方舟和一山不仅仅是表面的文化不同 中共要抹去的就是最关键的信仰 要抹去人与神的关系 抹去末日拯救的唯一关键就是找到对神的证信 东西方关于大洪水都有记录的 西方是诺亚方舟 东方是大鱼治水 诺亚建方舟从大洪水中承载着小部分的这个生命活了下来 那不是说诺亚自私 而是他听上帝的话 他听从上帝看世界这个变得物欲横流变得邪恶 他准备毁掉这个世界重塑 他知道了 为啥呢 因为上帝发现了说这个人间还有诺亚这样的艺人 所以末日警告提前告诉他 让他造条船 所以你说为什么不告诉别人 别人不信上帝 所以不信的自然也就不造船 甚至到后来洪水要来了也不上船嘛 有研究表明的是什么 诺亚方舟和大鱼治水记录的是同一场洪水 要是按照中国文化的理解 那这个遇到上帝警告的 诺亚不应该这样 诺亚应该首先苦苦劝告上帝 并批评上帝 说你这种做法呀 是失去了仁慈 如果上帝还是不同意呢 那么诺亚会发动群众 造出来很多的船 方舟一号 是不是 神舟二号 然后家里的值钱东西带上一些猫啊狗啊这些就不要了 这就是中国特色 是吧 所以面对疫情的时候 中共就强调是自己 为了人民的健康和生命 因此我们下了大决心 做了很奇迹的工作 就像于公移山一样 别人不理解 但是子子孙孙那么坚持下去就能取得最后奇迹 电影里一直强调的就是那个一百代人的大工程 子子孙孙干下去的大工程 实际上是什么 中共要是真的体恤民情共苍生之杯 就不会三反五反 按照确定的杀人指标去杀人了 就不会饿死几千万人的时候 还拿着粮食去支持亚非拉革命 就不会在疫情爆发的时候拒绝特效药 拒绝免费的疫苗 虞公移山的目的已经不是移山了 因为经过实践 他发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于是真正的目的 就在于把移山这个事业进行下去 只要不到最后一步 愚蠢这个名号就不能安在于公身上 所以子子孙孙一百代人 都要为这个愚昧的决定付出一辈子代价 他还要说是这些人的选择 是他们选择了于公 诺亚方舟的故事本质就是什么 就是对神的正信活下来的 不是说中共要抹黑的少数精英 为了就是少数精英 而是什么 而是真正心里装着神敬仰创世主的谦卑的信仰者 大家看为什么在美国疫情最猖獗的时刻 美国民众抗拒政府的强制隔离令 顽强的为上教堂祈祷争取权利 为去上教堂聚集听布道争取权利 他们知道最后的时刻 人的这份小心、科学的聪明、还有政客的打算 绝对不是拯救人类的关键 那么反过来说 全心全意为人民 最后要把地球推出太阳系的愚公 能救得下来更多的人吗 刘慈欣的小说里面有一个描述 说新婚人口抽签生育 只有三分之一能有下一代 我们一起来 为刘慈欣和他描述的这些愚公们算一个账 咱们说一代人吧 算30年吧 又是看生育 那么每一代减少三分之二的人口 你别说这个大工程一百代人了 只需要500年 地球就从原有流浪前的35亿人口 只剩下七个人了 没听错 就按照这种科幻小说的这种设计 不管他别的科幻有多么的合理 多么充满想象力 但是他漏掉了这个简单的计算 那么七个人 这里面当然要包括最高领袖李雪剑了 是不是 最高执行人吴京了 除了赵家人 剩下的五个名额还能给谁呢 这愚公啊 想过了一百代人 就不会再有人质疑他了 可是一百代人没到 山还没移开呢 当下的中国年轻人已经喊出来 我是最后一代了 这是我看流浪地球的一点所得 当然了 所得还有一大桶碳水很高的爆米花 我是江峰 我们明天再见